一瞬間的事情 對 我們決定要這樣做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 那我想這應該可以解答很多大家的問題 那剛剛那個講者他其實也有提到 那我現在想要分享一下這個 那個核電廠輻射賠償會是勝出的首例 這是在韓國發生的 然後這個是之前前一陣子 我看一下應該是去年吧 就是核電廠確實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所以有賠償 那我知道現在與會的各位 應該大家都應該有很多想法 也有很多的問題想要詢問 那我試試可以開放一下 詩節是讓大家要問一下 然後問題簡短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始 對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你好 我不是念核工的 我是念工業工程的 但是我對核能有稍微了解 你剛剛一直在講說 哪裡當作量輻射 然後說貝克 然後又說維茲 我剛剛到底要講哪個單位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人體其實也會放生輻射的 人體每公斤會放生80倍克的輻射 然後你在講 哦 對不起 好 因為你是我很熟悉的念 然後我還沒講完 就是低精量輻射與健康 不是線性關係的 不是說超過100CV 還以未CV之類的 然後越低越低 然後就會造人死亡 不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覺得最有趣的是說 你說台灣每天都會燒出 廣島原汁像20顆的輻射物質 那不可能的 輻射物質是以濃度來計算的 比方說像是啤酒 你擺太多 你拿火力發酵器去燒 它也不會燒 但是小小一杯的 99%酒精 你用火才丟下去就可以燒的 所以不可以用 燒出多少輻射物質 還害了原子蛋來燒 你用什麼立場講這個話 什麼 你用什麼立場講這個話 你有什麼依據嗎 我講的是完全科學依據 我完全用物理學的依據來講 那你是什麼單位的 我學工業工程師 你什麼單位的 你是什麼背景 我完全沒有任何背景 我完全就是這瓶 我情義科技大學 不是 你是站在官方說法嗎 還是個人立場 我是站在科學者的說法 科學 就 難道只能做什麼嗎 下一位 下一位 不要放我的生命 一般民族不能做什麼 不要放我的生命 對不起 台灣最重要的 應該是減 你會後會好不好 對不起 全人類遇到最大的問題 是全球難化 不是核能污染 我們要發表 我想這個問題 我們請那個 我們在場合工專家 就是賀博士來回答 對 這本來真的很專家 我自我介紹 我不是工業工程 我是核子工程 我是美國愛荷華州地大學 我是國家的公費 送到美國去學核工的 至少我講的話 稍微比你好一點點吧 首先我說 剛剛我補充黎兒講的 那個河山廠 空服的事件 最後怎麼樣收藏呢 最後 保健物理日記失蹤了 找不到 後來調查單位介入 後來調查單位介入 2008年 台電跟 法國Ariva簽了一個合約 總共2億美金 買12年 和一加和二的燃耀棒 我算到大概4000多數 總共2億美金 多少錢 2億 2、3、2、6 60億 換算來每一數 才 才多少萬 你們算 換算一下 1000 送去處理是1000萬一數 買一個才100多萬 差8倍 剛剛 彼兒也講 不是那個檢教單位 介入了嗎 介入調查了 除了調查 那個 阿斯彤的案子以外 我告訴各位 我給各位 預告 預告 現在這個案子 也在調查了 將來 真正 要反抗的 應該是 像這位年輕人 為什麼 你們以後是 國家 合肺的主人翁 你知道嗎 你們的上一代 吃香喝辣 運氣好的 移民到美國去了 拿著 洗了大腿的金錢 移到美國 運氣不好 留到台灣的 到土城看守所 去開同學會 我告訴你 韓國歡迎的政黨 100人被起訴 你知道嗎 現在在土城看守所 你去統計一下 已經關進去了 核電幫的 也多少人關進去了 真的要 今晚核公信 要到土城看守所 開同學會 我都有依據的 然後 燒那個 燒的那個 整個台北市 為什麼背景那麼高 那時候花了好幾億 委託核能研究所 研究 燒核廢料 燒低階核廢料 那個案子是失敗 是被監察院糾正的案子 爐子開了六天 核廢料沒有燒掉 爐子自己燒掉了 結果就停到今天 所以我不曉得現在是用什麼技術在燒 還說還要外銷到國外去 這是很大很大的效法 謝謝各位 謝謝賀博士 好 然後我自己也回答他那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對不起 那個 對不起 那個人工的那個 就是說人工的輻射物質 跟那個天然輻射物質 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個毒性是 真的是 不知道是差 完全一樣的 核工技能講的話 對還是工業工程師講的話 然後我想這個事情就是 人類在地球上已經適應了200萬元 科學這種東西 不是看學歷的 科學不是你講的事 不是看學歷的 不是看人的 學歷是你自己說的 廣島是怎麼回事 廣島那顆原子彈是60公斤重 那個釉 60公斤 真正炸開的是一公斤 發生連鎖環境炸開來一公斤 那一公斤 那一公斤搞得 完到幾十年名不了什麼 終於過了四五十年開發 一公斤而已 我們現在有多少 學歷的爆炸 最擔心的是 那沒有 聽人家講話好不好 你懂不懂 我當然懂 你懂我自己講 我跟你講說的話 哪一天 你背後的支持者 不是逃到國外去 就是進土城 結果你回頭看 後面沒有人支持你 換別人 你要恐嚇我嗎 換別人 請揮出秩序 你不值得人家恐嚇人 換別人講 你以後是隔壁的主人公 換別人講 你的師長以後一個落盤 把你留在第一線 還在那邊 換別人講 謝謝教授 謝謝教授 謝謝博士 那你何能的知識哪裡來的 賀爾博士的論文 是在美國的反應爐旁邊寫出來的 他是 他研究的是原子彈 那他是編造的 蔣經國還發勳章給他耶 你的知識哪裡來 他寫的知識 你的老師跟著你無關 那你的知識哪裡來的 你的老師 你自己是你的老師 那你的學生你知道嗎 那你的知識哪裡來的 你憑什麼說是專家的 做博士不是專家的 換別人講 換別人講 我們有其他人有問題的 對 對